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该如何克服呢 这个 先要从难以克服的烦恼习气下手 容易的自然慢慢的也就克服掉 那我最难以克服的烦恼习气又是什么呢 这是谁在这儿 让我哪儿还有心思学习呀 谁呀 哎呀可真烦人 我打 是你们在这儿哭吗 为什么要在这儿干扰我学习 你们哭什么哭还敢哭 干扰得我们大家都学习不了了 知道吗 他怎么发那么大伙 不许在这儿哭了 真是 不应该这样 公子 诸音加贫 无力还债 债主一强取小女抵债 小女的 是这样 我可怜的孩子 我别哭了孩子 我可怜的孩子 不用急 不要哭 我这里有钱 给你们 你们看够不够还债的 多谢公子相助 不用客气 你们快把钱还了吧 此共救人之难 寄人之急 乐善好施 此种善举 我们大家要多多效仿 所谓善人 人皆敬之 天道又知 福禄随之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师 老师 明天我就启程去邻国做生意 弟子特来告假 好 自贡 那你就去吧 你一路小心 是老师 我一定会小心的 自贡 自贡 可想出什么是你最难以克服的烦恼习气了吗 老师 老师 老师我知道了 我 我 我太过鲁莽兴急 不能忍耐 客气必须从此做起 说到忍耐 你要多向盐慧学习 盐慧他很贫穷 住简陋狭小的房子 吃饭用的工具是两根木棍和一个小竹框 喝水也没有杯子 只是用瓢饮 别人都受不了 而盐慧却不改其乐 老师说的对 弟子都明白了 一定要向盐慧学习 嗯 子洛 你现在知道了自己的病因就要下大决心改正 一定要能克制烦恼 容忍别人 对己要一丝不苟 克服烦恼习气 行男人能忍之事 是 老师 弟子知错了 遭到不幸的灾祸 是人生道路上在所难免的事 对于这些不幸者 应该像自己遭到不幸一样 急于解救 要从各方面救济他的困恶 恩惠不在于大小 只要救人之急就好 对于好色 好名 好力 好物 这些过失不必逐位寻求 但当专注起心动念处 是正念实时现前 所以不合理的念头才一动 立即发掘并欲消灭 怎样才能使正念现前呢 我的孩子 是谁又在这儿来干扰我的学习啊 我打 我的孩子 哭病的孩子 反复明理 再加上临时强行克制才行啊 不是都已经还钱了吗 怎么你们还在这儿哭啊 公子有所不知啊 力气只差一枚啊 宅主就不依不饶的 说是马上来接人过门啊 哼 就差一枚 他是真够可以的 我 看来只有靠我这个 等等 只有靠这个了 老伯 姑娘 一枚钱 刚好一枚 不多不少 今天正好派上运场了 真是谢谢你啊 太好了 嘿 我说颜辉 你这一枚钱是从哪里来的啊 我攒的 五年了 惭愧 我舍不得用 攒到现在 谁想到今天起大作用了 真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颜辉那么穷苦 还拿出钱来帮助穷人 真是有德之人啊 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省一些 以便帮助别人 对对对 善有难有义 要做一个仁慈的人 就要全心全意帮助别人 凡是有才有势的人 立功积德很容易 一而不做 这是自暴自弃 贫穷的人做福难 难而能做 这才算是难能可贵